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回到我們虛實世界 模組包的生存 我為什麼一直忘了模組包這三個字呢 好啦經過了一夜的惡鬥之後我終於是 肚子餓死了然後食物 我原本身上那些胡蘿蔔已經壞光光了 好倒楣啊 真的打怪打到一半然後食物壞光光的 這邊我好像也沒多少食物可以吃了 倒是可以拿小麥來吃一下 那小麥變成麵包吧 這還得控制一下 我是總共會需要幾個我自己都不知道 10塊好了 直接拿10片麵包來吃吧 好這邊的話呢我稍微挖了一下 我想要在這邊種一點東西喔就是 我在路上呢有撿到這個草莓 然後還有撿到這個 黑莓 黑色的莓子 還有草 草色的莓子是什麼草莓啦 草莓跟黑色的莓子可以拿來種啊 他們原本的都是果實啊果實可以把它做成這種種子然後可以來種嘛 然後我打了一個叫做嗜血蜘蛛的一個怪物 那他一打到我然後會吸血嘛 所以他叫做嗜血蜘蛛 打完他之後得到不凡寶藏喔 我們來開一下有什麼東西 有綠寶石有金幣16個還有這一本附魔書 附魔書有擊退1以及保護2的效果 還好吧附魔書 怎麼都一樣的啊 我記得這一本書也是當初我打了那個什麼骷髏對不對 那個骷髏叫什麼 是什麼病弱的骷髏是不是 好像就打他得到 兩本附魔書居然是一模一樣的 搞什麼飛機 金幣 金幣應該有其他的那個金幣吧我是放去哪裡了我自己都不知道 欸我應該有其他金幣的啊 我 我金幣 喔因為我放出模組包 放出模組箱了 對 都在這邊才對 那 也有人在說我這個忘了做分析了 已經分析了他東西好多啊 所以這邊的東西能分析的我應該都已經分析完畢了吧 等閃耀之光我居然沒分析 閃耀之光怎麼可以沒分析了 分析 OK 啊這麼說來的話那個稻草人應該也可以分析的那個稻草人我怎麼又開錯了 那當然我也去挖了一些這個 化石因為陸地陸地上就有了嗎 就像那個天然裸露的那種礦啊那種地方的那個地方就會有了那我這邊有準備了一些水桶在這裡啊 當然我也去地獄了一趟喔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還有一些石英啦 但我也就帶了七個桶子去嗎 撈了七桶岩漿回來 那這邊的話呢我就繼續用這個賀嘴廚吧這個賀嘴廚呢 啊除了有那個斧頭的效果還有鏟子的效果之外啊另外他也可以那個直接把這邊給 掃出來啊所以我覺得 很方便啊 我才會想說做這個出來的話應該真的是還蠻棒的 然後我要把草莓給種下去 草莓 還有黑莓 種下去 那另外的話呢 魷魚我覺得我這個先拿去做分析好了 不然的話他就浪費一些時間嘛所以先把它拿去做分析吧 那那邊恐龍的部分就我上一次最後弄出來就是一隻新的恐龍嘛 我看他一直都沒有長大喔 那應該是原本的體型就有過小了啦 他 我後來去查了一下他叫做艾雷拉龍 是艾雷拉龍鼠啊 就這一整個鼠的都都叫做這個名字喔 我是看他的那個英文名字然後去查的 他叫做艾雷拉龍 那 他資料上面顯示他的體型呢差不多就是成人的一半吧 可能一半還要再多一點點就差不多 他頂多就長到一公尺高 所以他不會太大隻喔 那我就到時候再找一隻什麼東西然後把這邊給補起來吧 所以我現在要把這個先拿去做分析啦 看看能不能出現100%的或者是我可以合成變成100%的東西出來 欸這邊呢先拿出來一下 去吧 那我當然也多挖了一些那個 多挖了一些那個煤炭嘛所以可以來燒東西我看就把這個拿去燒吧 骨頭很多 那我需要骨頭呢就是要 讓那邊的草莓啊還有黑莓都讓他那個 長一下喔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東西 我也要把他給 弄上去喔那總共呢會需要多少個 目前要8個嘛之前說的 2 3 4 5 6 7 8 應該已經滿了吧 啊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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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再繼續在 他可以這邊顯示有144喔然後 就等於說他是把最後一個強化次數再拿來強化一次啦所以他現在目前是加11喔 如果再強化一次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但那一格的話我我目前還沒決定到底要給他弄什麼上去喔 所以先保留著吧還有一個還有一次的強化次數 如果弄 弄10英的話我不知道攻擊力能不能再上去喔 也許是可以了吧 不然他可以再一次給我強化要幹什麼 所以也許是可以了吧 那另外呢就是他們的這一些啊耐久度啊當然都已經補滿了這個粉紅蛙蛙也是一樣的 所以說這個岩漿的話呢我去那個一下 我到這裡面來啊這個我當然是還沒抓那個門啊他他是不是要分析一下對不對 吳祖 您希望吳為您拾取特定的物品還是繼續為您拾取所有物品呢 所以如果說把類似綠寶石像這樣一放的話他大概就會都撿綠寶石之類的吧 蠻酷炫的 來吧來吧來吧分析你一下 還有什麼還沒分析嗎 我身上都應該都分析差不多吧那這邊的話啊這個降魂模組裡面東西是無法分析的還有這個 啊保塔尼啊這個叫植物魔法模組裡面的東西好像也都是無法分析的啊 其他的該分析都分析了 不管了不管 那岩漿的話倒在這裡 岩漿倒在這裡 應該沒事吧他會把它給消化掉然後把能量給送過去 那現在我不知道到底他現在有多少能量我忘了把法杖給帶出來 我看他的這個厚度就知道其實他還是有一些能量在這裡面的看到那個厚度就知道 非常好 非常的好 我在想如果說再倒一桶岩漿下來的話這個會不會吸收啊 這個距離 123 在三格之內也許還會 畢竟這個水的這個水的這個水鏽球啊就是三乘三之內的範圍嘛 所以 到這一格他都還可以吸收因為是123嗎到這裡來 123三乘三剛好到那邊 好 這些不管了 我們再回去看一下那個 化石那邊怎麼樣了 這邊的東西都可以收了不收就是浪費了其實也不會浪費了 其實也可以收啦因為小麥不會爛掉的嗎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這邊 三角龍 太好了出來一個三角龍 三角龍真是 可是他等他只有25%的那個 然後也沒有其他的三角龍 真的 給力一點給力一點 再出來一個再出來一個什麼吧 讓我可以來呼喚一個什麼恐龍出來這樣子吧 這個也行啦這個再一個25%的就行了但是都沒有出現 好多都是只要25%的出來就行了 這個呢 這50% 50%的這是雙擊龍 看他的名字應該雙擊龍沒錯我記得我有一個雙擊龍是不是50了 可惡只有25喔 那我就先不把他們合成了 如果下一次又 再弄出一個50%的話就是50跟50去合成喔 現在如果合成起來的話下一次 弄到一個50%的話 那75跟50是無法合成的 蠻討厭的 啊難道我要再弄一個牛龍出來嗎 再弄一個牛龍出來 我好像覺得沒那個必要啦那個如果說這隻牛龍不見了的話再來把那個牛龍弄出來就行了 所以就先到這個都先到這裡為止吧 先吃點麵包 好我要下去呢先把那個草莓啊還有黑莓都先把他們弄起來 雖然說他們都可以拿來製作很多的食物啦 但因為這個模組包 啊實在蠻討厭的一點就是 實在蠻討厭的一點 OK直接拿 喔所以說 他會還留著那個東西在囉 那我這邊的話再弄成兩個種子起來 繼續給他掌吧 還有三個喔 原來他是這樣的啊 還不錯耶我覺得這樣還蠻不錯的 只要對他點的右鍵的話呢他就會再跳起來 七個 不需要那麼多吧 OK二三再三個 四個五個六個 所以保留一個 保留一個我可以自己吃的 一二三 四五六 就這樣 剩下來都拿黑莓吧 黑莓就這麼一個而已 來 來 黑莓跟草莓要哪個好我也不知道 應該補的飽食度都是一樣的吧 看自己想吃什麼的時候就吃什麼就對了 那很快的這邊就可以種滿啦 三一二三四因為我還有一大堆的骨頭嘛 再來這上面有一大堆的骨頭 然後另外我在地獄有打到四個幽靈之類 那這邊哇線已經有這麼多啦 線就可以拿來合成羊毛了嘛 有很多人在我這邊留言 線可以做羊毛喔線可以做羊毛 喔我知道了我知道 那蜘蛛眼的話呢有幾個這個腐爛程度不一樣的喔 腐爛程度不一樣又無法合成還蠻討厭的 中介珍珠終於有五個了 啊也就是我還差七個中介珍珠我就可以去打中介龍啦 差七個而已 然後我看我的火藥呢有四十五個喔 那火藥可以用來做TNT只要有沙這樣子 四十五個 所以我可以做九個TNT啊 哇九個TNT耶 那我記得啊在植物魔法這裡面呢 有一個產能類植物是熱爆花是不是 他點了一個TNT TNT會爆炸 但是 TNT爆炸的時候他不會把旁邊的東西給炸掉 而是他會 啊把所有衝擊力吸收掉然後產生出麻辣所以 這個能量應該會超級多的搞不好比一個岩漿桶還要多會不會 這點我不太確定喔 但我覺得可以試著來做這一個喔 這是需要暴怒符文暴怒符文我不是做過的嗎 暴怒符文我應該還有留著的吧 沒了嗎 暴怒符文我沒了嗎 暴怒符文還有火的符文啊 我沒沒沒了嗎 等一下 我這個只要做一個出來不是要得到兩個暴怒符文嗎 我那時候沒有得到兩個暴怒符文嗎 然後還有火的符文喔 火的符文 火的符文我也用光了嗎沒有吧 那符文是去哪裡了 那我的符文去哪裡了 我印象中應該是沒有用光的等一下再去找一下看看好了 外面那個 暴風啊打雷的聲音真的是還蠻討厭的 好吧不管怎麼說呢 我接下來就可能以這個為目標啊這個叫做傷花喔 哇傷耶 傷的話指的是那個一整個系統封閉系統裡面的那個系統亂度喔 不管你做任何行為呢那個系統亂度都會增加的 就是那個傷 所以那個爆炸的話他會把那個爆炸產生的能量給吸收囉 所以他需要的是紅色瑪娜花瓣 灰色的還有白色的 紅灰白我應該都有啦不用擔心 紅只剩兩個 白色還有 灰色呢我只有淡灰色我怎麼沒有 我怎麼沒有灰色的 喔這是灰色的 所以紅剛剛好可以做一朵啦因為紅色就是剩下這兩個嘛 這邊還有嗎可以繼續做的啊 那沒問題啦 還有就行了 啊草莓的話可以吃 還不會餓不用吃了 好啦主要是要先把那邊先弄起來了我怎麼搞那麼多 這個先來一下 看4個1234剛剛好把他中滿吧 拉自己去長就行了其他都不要去管了 然後 接下來的話呢 我再來看看還有在研究一個什麼樣的魔法吧在這邊的話 是的 現在來說的話呢我可以研究的有什麼 高階節點引流數 取走全部是什麼意思 節點呢這個是跟節點有關的喔 我現在路上好像能找的節點還不是說非常非常的多 解構工作台好像是可以把 東西給拆掉然後可以變成那個什麼啊我可以的元素可以給我吧應該是可以拆掉 變成元素的 啊這個節點的話呢 他有節點 節點防護術喔什麼東西的 我覺得我可以研究一下這個節點的東西好了 哎唷天黑了天黑了趕快睡覺 啊不對我應該要打怪的 算了算了我已經打蠻多怪了 喔大家這邊可以看到了 我這邊呢有高速跌落曾經摔死過一次 就是這個 嗜血蜘蛛喔我打那嗜血蜘蛛 啊先上去吧 暫時先不打怪喔當然也還會有一些怪還活著嗎 在哪裡 沒有在我附近 好沒有在我附近很好 殭屍如果要過來的話他就會 直接就會死掉了吧 不管他 那需要那個筆墨嗎 筆墨都在這上面吧 這裡 喔我忘了拿紙了 然後我才突然想到我忘了種甘蔗啦 這邊可能要有一 排吧就拿來做甘蔗我討厭的家伙又吃我的農作物 喔你就不能幫我打一下他們嗎 打一下那個死傢伙王八蛋的那個東西 這甘蔗能直接放上去嗎 甘蔗不能直接放上去還得踩一下 好啦所以把這邊也都稍微先收了一下了啦反正 這個小麥不會腐爛的非常好 非常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欸草莓先吃一下看可以補多少寶石度 就半個而已啊 就半個而已 哇這個砍他現在有11滴血所以兩刀就可以把他砍死了 好很好我們來做一下這個研究吧 我還沒有那個 還沒有把他做成 紙 來吧紙 崩 所以先把這個高階節點引流速先把他弄出來吧 哇他需要做這樣子的分析啊 哇這不是鬧著玩了吧 讓我 好 好就讓我試試看能不能把他給排出來吧 好的我看了一看 似乎 我的天啊 似乎只要再把這個放到這邊來應該就可以完成了吧 喔耶 果然沒錯 結果我不知道我外面這一大圈 啊 啊 我怎麼被跳出來了 我剛剛中路莫名幸好就被跳出去了現在我終於發現高階節點引流速然後我們 總是該來看一下 好終於學會了現在我吃塊麵包吧 嘿 然後呢 恩 恩恩恩恩恩恩是要幹嘛喔對要看一下這個高階節點引流速我們看一下 通常從節點吸收魔力都相當緩慢以後再也不會這樣 你發現從零器節點吸取魔力更加高效的方式你能夠兩倍於標準速度吸收魔力原來只是 吸收速度比較快啊 所以這個大師節點應該也純粹就只是吸收節點比較快喔再來是這一個 節點防護術到底是幹嘛的 節點防護術 我覺得 好像也蠻重要的感覺 是不是來研究一下這一個好了 我乾脆把一些比較基礎的東西應該都得研究研究吧 這個東西oh my god 怎麼又是這麼 這麼這麼這麼 好我再看一下怎麼來研究他們 好了 終於是像這樣子排列起來我總覺得這邊好像連的怪怪的不過 兩隻手在這邊但 但終究還是把他給連起來了也還是蠻不錯的 好啦發現了 節點防護術了 太好了 看一下 學習一下節點防護術 他是幹嘛可以防禦節點嗎 這個到底有什麼節點瘋罐 可以把節點給 可以把節點帶回家的嗎 等一下節點防護術 如今對節點吸取魔力的控制技術 愈加出神入化 除非你按住前行鍵 否則你總能夠 存留節點中的每種要素 至少一點 好像是在說 如果說一個節點上面那個你能吸收能量你一次把他全部都吸收完畢的話 假設是火的能量如果說那個節點上面有火的能量 你一次把那個全部吸收完畢的話好像他之後就不會再增長那個火的能量 那我之前因為那個很難控制啊所以我之前有幾個節點的就是因為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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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子然後我就 可能就會導致那個節點的某個能量已經無法再一次的再產生了 會比較可惜這樣所以如果有這個節點防護術的話 那我就可以那個 至少保留一點能量那感覺還蠻不錯的 現在先睡個覺吧 起來了起來了 那要不要打怪再說了我反正我現在有28級嗎 這也不是太高啊多打一些怪也可以 再加上我還需要 一些那個嗎那個 終界珍珠嗎 還有火藥 火藥的話就是我先弄一弄然後下一次我們來看看那個TNT爆炸那個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好像蠻有趣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魔導手設這邊有節點防護術看來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手持普通木材的 鐵這廉價法杖 使用這張技巧時候也會失手所以 我得要有那個比較高級一點的法杖囉 所以我可能要做這個銅杖端或者金杖端 因為要做這個吧 應該要做這個才會有比較就是 我密宿杖端啊 那我是不是先用一個金杖端 你可以研究金杖端的吧 我還有一張紙吧 其實我都還有甘蔗嗎不用擔心不用擔心 所以金杖端 金杖端的話我們先來研究一下吧 可以製作比較高級一點的法杖 那到時候在那個什麼這個效率啊 剛剛之前是說這個會有效率會消耗一些那個能量 效率會比較好一點 好像一次可以存儲的能量也比較多 然後 然後再加上剛剛看的這一邊他又說 普通鐵字的廉價法杖使用這項技巧的時候會失手 所以我們已經不能再使用那個廉價法杖了 差不多可以這麼說吧應該是這個意思 還有就是那個眼鏡在戴的時候啊 可以回去戴一下那個眼鏡 那個眼鏡的話還蠻重要的一個就是說如果以後想要再使用那個 什麼那個奧術工作台的時候最好是戴著眼鏡好像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可以讓你魔力減免5% 那這個效率會很差110% 所以如果帶了這一個 然後再用鐵 鐵鐵端的這個東西 如果說是用這兩個 搭配起來的話就可以讓他原本是要消耗110的可以變只要消耗105吧應該是這個意思 所以如果說要那個 奧術工作台的話 可能真的就是帶著他然後去奧術工作台合成東西會比較好一點 就不會消耗那麼多的東西啦 那現在呢反正我就先把金帳端這個東西先弄出來再說了 OK好 那不管怎麼說呢我想這一集啊就先在這裡結束了那很可惜的是那個 研究了一大堆的那個恐龍的DNA 老兄你的尾巴會不會太長了一點 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可以用的 牛龍也是因為上一次他那個 肉掉了然後有兩個100%的DNA 好很可惜的是沒有辦法合成出一個100%的DNA 對這個空格目前還補不起來 那這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我以為你去哪裡了 太小隻了 好啦那這集在這裡先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了然後這個也已經有 加11的攻擊傷害了 我覺得應該可以再去給他加一次 好想要再加他的攻擊力 好不管怎麼說我們下一集再會了 大家拜拜 拜拜